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特朗普与副总统哈里斯之间的最新争议 以及背后的金星家庭的声音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进行的纪念仪式上 特朗普因为参与而遭到哈里斯的猛烈抨击 称他在这神圣的土地上只是在谋取政治利益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13名在喀布尔混乱撤离中丧生的士兵亲属站出来 为特朗普辩护并对哈里斯的批评表示不满 他们强调特朗普的出现是对他们失去亲人的尊重 并对当前政府的撤军行动提出质疑 争议愈演愈烈 军方也介入调查此事件 哈里斯持续强调军事目的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究竟这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深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近日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纪念仪式上引发争议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事件起因源自13名在喀布尔混乱撤离中丧生的士兵亲属的声明 他们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批评进行了猛烈反击 这些亲属在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发表声明 称他们邀请特朗普参加仪式 并指责拜登、哈里斯政府 在三年前的阿富汗撤军行动中犯下错误 争议围绕着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展开 有目击者称 特朗普的竞选助手在仪式期间 推起了一名目的工作人员以便能够拍摄特朗普线花圈的画面 这一行为违反了该地点禁止政治活动的规定 副总统哈里斯周六在Twitter上发文 批评特朗普 为了政治噱头而不尊重神圣的土地 使得争议进一步升级 反观这些亲属 他们却对特朗普表示支持 并批评哈里斯对事件缺乏同情心 加利德、施密茨的父亲的马克施密茨 在一段视频中解释道 我们需要一位领袖 这解释了为什么你和乔没有接到电话 他进一步强调 这不是为了帮助特朗普的政治竞选 而是出于对失去亲人的尊重和纪念 同样 泰勒、胡佛的父亲达伦 胡佛也表示 哈里斯对此次事件缺乏 同情心和基本理解 并强调特朗普的出现是出于尊重 军方本周表示 一名目的官员在与特朗普的工作人员互动时 突然被推到一边 这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的不满 他们呼吁军方在周一提交一份关于目的事件的报告 随后 哈里斯再次在Twitter上发文 重申军事目的 不是政治的场所 并强烈批评特朗普利用这样的场合进行政治宣传 他表示 让我说清楚 前总统为了政治噱头而不尊重神圣的土地 并坚称他 永远不会将这样的事件政治化 然而 这场争论并未就此平息 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伊拉克退伍军人 土耳西·加巴德 现为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 他在CNN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 他亲自参加了这次纪念仪式 看到的是 非常严肃和庄重的纪念 和对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的尊敬 加巴德进一步表示 特朗普是应邀 与这些金星家庭共度时光 并且 直到新闻报道出来后 才听说有任何形式的争执 加巴德拒绝了哈里斯的声明 表明他支持这些退伍军人的家庭 他强调 这些家庭对特朗普的邀请 是出于对失去亲人的纪念 而非政治目的 从他的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批评并不公正 而且未能体现对这些家庭的关心和理解 这场争议 再次暴露了美国政治分歧的深层矛盾 特别是在涉及军事和退伍军人 事务时的敏感性 尽管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阵营都有支持者 但这些金星家庭的声音 无疑给这场争论 增添了更多的情感和复杂性 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平台 成为这些亲属发声的舞台 他们的声明充满了情感 和对政府的不满 他们认为 特朗普的出现是一种荣誉和尊重 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失去亲人的纪念 这些亲属的声音 不仅仅是对哈里斯的反击 也是对当前政府政策的一种抗议 这场纷争 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关注 卫报对此时进行了详细报道 强调特朗普的行为 如何引起了多方关注和批评 这些报道进一步激化了舆论的对立 让这场本应庄重的纪念仪式 变得更加政治化 总结来看 这场围绕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争论 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环境的激化 也揭示了在涉及军事和退伍军人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 无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还是哈里斯的批评者 双方的观点和情感 都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这场争议 无疑将在未来的政治论战中继续发酵 成为双方阵营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要为特朗普辩护 首先 哈里斯批评特朗普参加纪念仪式是政治学头 但事实上 这些精心家庭亲自邀请了特朗普 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一位领导者 并且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给予了他们支持 你能说这是政治学头吗 特朗普尊重这些家庭的请求 这难道不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吗 楚天书你可真会说话 可是你忘了 这是阿灵顿国家公墓 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不应该被任何人用来进行政治活动 哈里斯的批评是针对这一点的 更何况特朗普的竞选助手还推挤了一名墓地工作人员 这明显就是一种缺乏尊重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说这不是政治学头吗 谢琪琪 别转移话题啊 这些精心家庭失去了他们最亲爱的人 他们有权选择谁来参加纪念仪式 他们选择了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来自他的支持和安慰 至于推挤事件 那只是竞选助手的个人行为 不能代表特朗普本人 再说特朗普在整个仪式中都是庄重和尊重的 这是许多目击者 包括土耳西加巴德亲眼所见的 你怎么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呢 楚天说你说的好像特朗普就像救世主一样 可现实是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规定 你提到的土耳西加巴德 他如今可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员 这种证词能有多少公信力呢 再者哈里斯和拜登政府对这些家庭的关心 并不会因为一次争议就被抹杀 这些精心家庭的选择也不能代表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 政治领袖应该以身作则 尊重规范 而不是看情况随意而为 那么谢琪琪 你是否愿意承认拜登 哈里斯政府在阿富汗撤军行动中的失误 很多人 包括这些精心家庭 都对这一点感到失望和愤怒 这才是他们邀请特朗普的真正原因 特朗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种被聆听和被关心的感觉 就算你说土耳西加巴德有偏见 但事实摆在那里 特朗普的这次参与并不是为了政治利益 而是出于对这些家庭的尊重和支持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滑稽了 拜登 哈里斯政府的政策可以被批评 但这和特朗普在阿林顿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 你不能因为一个政府政策的失误 就为另一个人的不当行为辩护 我们要看的是行为本身是否合规 是否尊重了这个神圣的地方 特朗普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规定 他的助手推挤墓地工作人员 更是没有任何借口 这不能因为他曾经的领导地位而被忽视 尊重这些规定是所有人的责任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好 好